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毫 又好几天没睡觉了吧 你看你 眼色这么长 我没事 你要多照顾自己 在外面发粮食的时候要多注意啊 我知道 你的嗓子也哑了 怎么弄呢 有点不舒服 放心吧 休息两天就好了 你一定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 别把大家治好了 你自己有病到啊 我知道 你也是啊 好 我得去码头看看他们做粮食 我走了 别挤 别挤啊 来 都有啊 下一个 下一个 别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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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别挤啊 别挤 别挤啊 都有一块 都有块 都有一块 别挤 别挤啊 对啊 这天下了这么久的雨 这天下了这么久的雨 太潮了 你很快会发霉的 苏管家 拉到南昌便宜处理了吧 怎么 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 好 都没有挤 都没有挤啊 别挤 别挤啊 别挤 别挤 大伙儿听我说 谁也别挤 别挤 都有事 来 别挤 别挤 来 来 把袋子举起来 静起来 过去 爹 爹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我怎么活呀 姑娘 别哭了 这人已经死了 我爹没有死 我爹只是拉了几天肚子 我爹怎么可能死啊 爹 你爹那是活了 这人好多人都是这么死的啊 我爹死了我也不活了 姑娘 你在这儿啊 还有别的亲人吗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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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 小喜子 找几个人 我帮你 帮你爹死了 好吗 爹 爹 爹 你放心 这个仇 我一定报回来 爹 你不去回来 爹 在薄阳湖 陶长男可以不救我 他可以看着我死 可是他 已得抱怨 救了我的命 因我 咱们再也不能和人家为难了 明白吗 姑娘 你别哭了 我们该走了 我哪儿走 你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 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大树也把我娘咽了 我爹带我出来逃活了 可是 现在我爹也不在了 爹 你好狠心哪 你怎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 爹啊 你好狠心啊 你留下我怎么办啊 爹 爹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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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送医院 快 快 快 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 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问过她 醒了 别动啊 别动啊 别动 来 这是在哪儿啊 在我家 景德镇陶家 姑娘 你叫什么呀 我叫王桂花 桂花 你家在哪儿啊 真是个傻丫头 你爹死了 你就不想活了 好了 别难过 先在我家好好养着 等病好了再送你回家 好好躺着休息吧 好好养病啊 岳父大人 这灾民基本上安置差不多了 这是我写的赈灾报告 好 您看一下 这有病的呢 我都给安置在了治疗所 昨天有一批病好了的 我发给他们路费 让他们回家了 那赈灾的款子还剩就多少 早就没了 现在我一直拿窑里的钱垫着呢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再想办法 跟省里再要点钱 你说这么大的灾情 他们就给这么点钱 也太过分了 这上边 你就别指望了 自从袁世凯死了以后 这大总统 几乎每年一换 跟走马当似的 个个上来只是保官求财 哪儿顾得了灾民 是啊 我现在 只求着把灾民安抚住 不引起暴乱 平安度过 就阿弥陀佛了 岳父大人 还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 朱山巴友啊 准备要在景泽镇搞一次义卖 把所有的款项全部都捐给灾民 太好了 朱山巴友搞义卖 一定会求得不少的善款 是 到时候我也去见见他们 什么时候去办 就明天 所有想跟您商量一下 能不能用现功数 行行行 我给你腾出来 对了 你替我向王岐求一幅画 岳父大人 咱们现在先想着赈灾的事吧 这求画的事 咱们以后再说吧 不不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用高价买 这个钱也捐 不过这内容啊 得有我定 你不知道 我想她的话都想疯了 早几年 我呢 托很多人去求她 被她婉言谢绝了 这次呢是个机会 你一定替我说说 好 那我试试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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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茜 您脸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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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陈阁长 来 来来来 出这边 出这边 好 请看啊 王七先生的钟馗图已经画好了 这幅钟馗图面部表情 是栩栩如生 厉透之辈 现在我们开价是一千大洋 我出三千 三千 三千 三千五 我也三千五 三千五 我出五千 五千 这位先生已经出到五千 还有这比五千更高的 六千 好 八千 八千 还有这比八千更高的 这位先生要出到一万 一万大洋一次 一万大洋两次 一万大洋三次 好 成交 好 出去 好 出去 大哥收好啊 下面这一幅呢 是徐仲南先生的风竹图 这是一幅 紫板粉彩画 咱一起看这厨子 墨色啊 一净悠然 好 现在出价也是一千大洋 好 大家出价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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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出到五千 还有比五千更高的吗 我出六千 六千 好 六千 我出八千 八千 好 这位先生出八千 八千 还有比八千更高的吗 一万 一万 这位先生出到一万 一万五 好 这位先生出到一万五 一万五一次 一万五两次 一万五三次 成交 好 这个小老三 明生大 废有的没用 赵老板 我看 陶长南这次赈灾是真心的 他不但没有记恨我 还救了我一命 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啊 大家都在警察阵做生意 以后 还是喝起生财吧 诸位 感谢各位 为赈灾康慨解囊 也感谢朱山八友 为赈灾康慨意外 我替所有受灾民众 谢谢大家了 好 这次一万会 到此结束 大家请回吧 也许多了 不许多了 你会伤害吗 听到啊 诶 不许多了 你会伤害吗 深厉害吗 不许多了 我再给你凑八千 凑个整数 那就多谢岳父大人了 什么话 都在行善嘛 收下 快去一下 二少爷你回来了 客厅有人等你 咱家还有米吗 有 咱们的米都用完了 你带他们俩先到咱们家仓库 拿点米送过去 好 走 跟我来吧 好 陶老板 胡老板 你可是稀罕 快坐快坐 陶老板 我今天是特意向您来请罪的 好 胡老板 您看您这是 陶老板 那天啊 你救了我的性命 也没向官府告发我 保存了我胡金山的颜面 让我胡家 还能在景德镇汇下去 我这心里 这点东西 你无论如何要收下 陶老板 大家都是景德镇的商家 你要这么做就见外了 都是做生意嘛 互相帮着 这生意才能活活活活 要是互相拆台的话 那这日子却没法过 是不是 是是是 这事呢 就算过去了 心意呢 我领了 这东西 你还是收回去吧 陶老板 你这不收 是不是心里还记恨着我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吧 眼下呢 灾民吃饭和用药都很缺钱 这东西我收下 这钱 不如您决给灾民吧 好 这样也好 你不就是救灾委员会的主任吗 我交给你就行了吗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这些钱都是要登记的 你还是送到救灾委员会吧 那是专门的人管理 好 好 那我这就去 陶老板 告辞了 慢走 请 那好 来 来 热了 来 都好 来 都好 谢谢 来 给我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都好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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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新 有事吗 谢谢 谢谢 你这发的什么周啊 清汤寡水的米怎么那么傻 这两天米不够了 我已经派人到酒店去买 还没买过来 现在景泽镇有的是大米 你们怎么不买呢 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景泽镇的米有多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尤其你们赵家的米 比十面贵七八倍 谁买得起啊 都起了 上头不是拨了赈灾款吗 再说了 景泽镇商家也捐了钱 怎么还买不起点米呢 如新 我告诉你 不管是上面拨的赈灾款 还是大家捐的钱 每一分钱我这都有账而选 张大 这笔钱是大家的 你得好好地赢 走吧 这些人真可气 什么都不做 还记在那条骨头 接着放 当然 如果你��头 绑 绑 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市长这一走大半年 雅无音信 本县着实为你担心 真的 为我担心 还是希望 我死在战场上 白市长真会说笑话 其实啊 我也并没有走远 就在南昌 就在南昌 那白市长这次来请的朕 还不是因为郡响的事吗 又来给卫县长 添麻烦喽 今天这戏不错 法王别急 回去啊 我再陪您多喝两杯 到了 小红 陛下姐回来了 谁呀 是我 我能进来吗 长江哥 你进来吧 桂花 长江哥 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来看看你 桂花 你别哭了 人都已经不在了 哭也没用 你也得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啊 以后 你就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 桂花 头好些了吗 好多了 谢谢你长江哥 我回应谢 对了 我今天上街 看姑娘们 都买一个东西 我就跟着买了一个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你帮我看看 长江哥 这是胭脂盒 是胭脂盒 你留着用吧 越远越好看 帮我看看 它现在在那边 就才会 中诺 很有限制作用 你留着用吧 你留着过的 桂花 你留着用吧 好 瑋花 你起来了 夫人 我没事了 你刚好别干活了 夫人 我闲不住 那就别累着了 夫人 夫人 我问过了 桂花怎么说 桂花姑娘今年十八岁 父亲是乡下的教书先生 她在老家没有定过亲 还是书香门第啊 那太好了 我看呀 她跟长江挺合适 她愿意嫁给长江吗 她说了 她是大少爷 河边捡来的女人 少爷帮她葬了爹 她就是当牛做马都愿意 这孩子不错 还知道感恩 长江 娘 您怎么来了 生意怎么样了 最近灾民比较多 生意清淡 您快坐 来 长江啊 那天你救回家的那个女孩子 她叫桂花 对 叫桂花 你喜欢吗 不好说啊 这是 是 我看哪 这桂花姑娘挺不错 是 你以前的那个媳妇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也没给你留下个儿女 这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 我看呀 你就把桂花姑娘蓄了弦吧 我听娘的 但这事儿还得问问桂花同不同意啊 大少爷 你放心 早问过了 他怎么说 他说啊 愿意 丁小姐 我们大少爷有起 你们大少爷是谁啊 赵如新啊 是赵老板的大公子啊 他找我有什么事 你到了那边就知道了 请上轿吧 来来来 起轿 早就听说丁小姐喜欢我们赵家官瑶的青花 我今天特意给您挑了一件带过来 这么好的青花 很珍贵吧 这么跟您说吧 这件瓷器 在市面上一共有四件 当年给瓷器太后送去了两件 不过后来好像是被八国连军给抢走了 现在我们家里还留了两件 所以我挑出一件送给您 赵先生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有事求我 也没什么大事 是 就是想让您哪 帮我引荐一下白市长 你要见白市长做什么 告状 告状 好 桂花 坐下 桂花 布夫人我要到厨房吃 叫你坐下就坐下 坐吧 我去拿碗筷 来 长南啊 跟你说件事 从今天开始 鬼花就算是我们陶家的人了 他是逃难到景德镇来的 跟咱们长江有缘 今天这顿饭 就算是给他们定亲 大哥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总都没给我提起过 我也没想到 来来 大哥 你快招呼人家 对对 来 吃饭 那从现在开始 我得管你叫嫂子了 嫂子 别客气啊 进了陶家的门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来来来 来 多吃点 桂花 别客气啊 桂花 你来干吗呀 我来洗碗 以后别再进厨房了 再过些日子 你就是陶家的大少奶奶了 夫人知道你进厨房洗碗 还不把我骂死啊 去吧 陪夫人说说话去 去吧 陪夫人说说话去 放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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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病人该吃药了吧 放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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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儿给我摔了啊 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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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来人呐 来人呐 秋华 小姐 秋华 你醒醒 秋华 二少爷 如果小姐在家里带着的话 我得赶紧去拿消毒药水 预防家里人被传染 好 你快去拿 小妻子 快去打盆热水过来 好 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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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秋华 秋华 你别吓我 秋华 长男啊 秋华好些了吗 家里的药都用了 可是还不见气色 那怎么办呢 要不要把他送到南昌去医治啊 秋华现在身体太虚弱 我怕他受不了路上的颠簸 这事 跟魏县长说了没有啊 我一会儿就让小妃子去说 请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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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县长来了 二少爷 岳父大人 秋华呢 秋华的病是有传染性的 我劝你还是先别进去吧 走开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好 你看 那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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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大人 你 这只 陶昌南 我是怎么告诉你的 让秋和远离病人 你就是不听 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 我含惜如虎把他养这么大 交给了你 你就是这么善待他的吗 岳父大人 是我大人 是我没照顾好秋和 我告诉你 如果秋和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秋和 秋和你醒醒啊 你可不敢吓唬为父啊 秋和 秋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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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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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师长 恭喜您荣灯师座 如今特备了薄酒一杯 我先干为敬 多谢啊 白师长 您看啊 这次 景德镇遭受水灾 这魏县长把镇灾大人交给了谁呢 交给他女婿了 这里面就有不少贪毒的事 您还得给我们景德镇的民众做主啊 那个魏县长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贪财又贪色 而且说话出尔反尔 白师长 这事说什么你都得管管 这魏县长不归我管 不过 我可以在南昌找一个管他的人 如果他确实有贪毒行为 完全可以查出 好 来来来 快请快请 吃菜 二少爷 这点东西吧 你都好几天没有吃喝了 如果小姐醒过来了 她也不愿意看见你这样 要是小姐醒来就好了 她就能知道怎么治自己的病呢 如果 秋后的同学咱也可以呀 对呀 小姐的法国同学迈克伦 他应该能救小姐的命 我总早没想到这一点呢 小儿 咱们还有最后的一波 你在这儿帮我看见小姐 我去给麦克伦发电报 小姐 小姐 如果麦克伦来了 他一定能救活你的 你一定能醒过来 这些被子备好之后 都拿屁股烧了 一件都不能留 好好好 都拿出去 拿到外面去 都收点 好嘞 洗洗澡 这些被试都是新的 烧的怪可惜的 让我拿回家去吧 别拿了 二叔奶奶说了 这些都是病人用过的东西 上面都有细菌 一件都不能留 都得烧了 小姐子 大少爷 三明都走了吗 全都回家了 大少爷 二少奶奶的病怎么样了 不太好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这二少奶奶 要是有个三长连短的话 二少爷可怎么办呢 对了 二少爷不是发电报 到法国去了吗 那个叫什么麦克伦的 怎么还不来啊 是啊 但愿能来得及 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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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九华 你终于醒了 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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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过 好 等你病好了 我带你去骑自行车 秋昂 张楠 秋昂 你怎么样 我觉得好了 秋昂 张楠 秋昂 再忍一下 我去给麦克林发电报了 他很快就会来救你的 秋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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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秋昂 秋昂 你醒醒 我还没带你去巴黎 我还没去埃菲尔铁塔 我还没有去 夏星里山大街呢 秋昂 秋昂 你醒醒 县长大人 这两位是省党部的官员 他们想要见你 二位请坐 好 二位找我有何功干 魏县长 我们奉省主席之命特来调查 此次景德镇赈灾款的实用情况 怎么 你们调查我 是 有人到南长告你 说你假公济私 贪污赈灾款 我贪污 这是哪个字血口喷人啊 这赈灾的款项 一分钱都没经我的手 我如何贪污啊 是没经过你的手 可那钱 都在你女婿的手里 没错 钱是经查管 但是这每一笔钱 都是有账可查的 我们就是来查账的 希望 魏县长能够配合 给兄弟个方便 好吧 你们查吧 账簿在哪儿 朕在委员会 二位请便 这都是景德镇乡身们捐的款项 二位请查吧 好 张锦贵 十块打烊 张锦贵 十块打烊 留省友 二十块 大少爷 听说省里来人了 正在查陶家的账呢 是吗 是啊 这么快就来人了 这么快就来人了 这个白市长 面子可真够大的 就好 你醒醒 难道你真的要扔下我走了吗 就好 你能听见我说的话吗 如果你能听见的话 就点点头好吗 如果你要走 就好一起待上 就好 来了 麦可伦先生 就好呢 在里面 这不完 是 那我 你 就好 放开 啊 你 你 我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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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他会醒过来的 他现在只是暂时休克 怎么样 怎么样 张婉 你放心 我马上要注射布业 治疗休克和心力衰竭 接下来 我还要进行抗肠毒素治疗和抗菌治疗 我一定会把他救过来 谢谢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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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她有救了 什么 小姐她有救了 她那个法国同学来了 你就是说那个卖 卖什么的 对对对 麦克伦 她正好在香港就赶来了 昨天晚上她就给小姐治了 她还说小姐得的不是祸乱 是因为极度疲劳而引起的心力衰竭 好 真是太好了 这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嗯 嗯 麦克伦 这晚上你给秋和打了这么多针 你用的是什么药啊 是葡萄汤 当然还有法国最好的药品 可是 秋和她为什么还不醒呢 是啊 她的病情太严重了 必须尽快治好脱水 接触心理率阶 你放心吧 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啊 ür有 词 这是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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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